哈喽,欢迎收看卡尔说球,我是卡尔 今天为大家带来英格安主球超级年赛,赛事分析 引潮开幕周,台湾时间8月13日的三场赛事分析推荐 首先第一场纽卡索联主场对阵阿斯顿维拉 两队在上赛季都分别搅出不错的战绩 纽卡索联更是一口气冲到欧冠区 阿斯顿维拉也在最后一轮确定拿下欧协联资格 这也意味着这场较量肯定非常精彩 双方在下季系列赛已有过交手 并且战成3比3的合局 上季两队的交手是双方在主场互取胜利 有趣的是双方在主场的比赛都没有让对方进球 而下季系列赛中双方都是采用攻击居多的阵型 而纽卡索联前锋阿尔弥隆自从上季中到现在进球能力有所下滑 可他只要持球突破还是非常具有威胁 目前纽卡索联的主要进攻可能还是会让他做突破使用 并且做球给伊萨克或是Jolington 因此他还是会让阿斯顿维拉有所顾虑 甚至严加看管 而维拉方面在下季系列赛踢得不错的Mbundia 目前ACL商庭已经要找替代方案了 对于他们目前的问题是中场伤兵过多 不确定有没有比较好的组织能力 或许也是放手一搏的采用攻击阵型 以进攻代替防守是好的选择 但以目前的状况去做客纽卡索 对于阿斯顿维拉来说也是不太乐观 这场介于中场伤兵问题 以及纽卡索联目前进攻端的强度 主场获胜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但有没有办法不失球 还是要看他们四铁会处理的如何 这场我认为开季的首战 防守意识应该会蛮高的 只会推荐主胜 大小分为2.5大 比数为3比0以及4比1 也推荐上半场的纽卡索联 接下来是布伦特福的主场对阵托特纳姆这次 上赛季小蜜蜂在当家球星通宁竞赛期间 进攻能力不减反征 尤其上赛季的尾段 已经没有Tony的他们交手热刺 反倒做客3比1逆转热刺 即便Harry Kane在上半场有漂亮的进球 最终也无济于事 但本季热刺在令人诟病的后卫部分 也做出微补强 买下葡萄牙体育的Pedro Porro 以及狼宝的后卫Vendevit 但事实上联防系统才是热刺最该重视的部分 加上目前消息传出 拜仁慕尼黑开价1亿欧元要购买Kane 并且热刺已经同意报价 就等Kane回复意愿 根据可靠消息指出 Kane的老婆即将生产 这对于Kane要留在英国的影响层面很高 但这都无法阻止Kane离队的决心 解稿前最新消息指出 Kane已经在等飞机去德国体检 因此确定Kane离队 这将对热刺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加上做客一直都不是热刺的强项 虽然两队进五次交手 布伦特福德也仅有一胜 这场比赛作为开幕周的赛事 我认为热刺应该也必须拿出 比上季还要专注的态度去面对 后防的问题还是存在 若Kane离队 这场比赛高机率踢成核局 这边推荐核局 大小分为2.5小 比数为1比1 也推荐双方进球 接着是切尔西主场对阵利物浦 红蓝大战一直都是重头戏嘛 今年也不例外的白在开幕周 但利物浦中场大将Handerson 已前往杀操踢球 这对利物浦中场的组织 是非常严重的下滑 毕竟上一季可以看到他先发出赛时 对于利物浦的胜率是大幅度提升 中场的控球能力也是大幅上升 加上这次连Fabinio也走人了 而利物浦在夏季买来的 Michael Alistair 以及Moiselle Conceito 虽然在中场做了大唤醒 但估计上半季都会再磨合 即便Michael Alistair 和Moiselle Conceito 是很好用的中场 两人也同队过 但也不可能跟前场队友 马上就磨合成功 而前锋方面 Daniel Nunes在上一季表现 并不是很好 持球能力不足动作过于简单 容易被猜测 这是他前场拿球的弱点 可以看到上一季祭出 Rupe也是踢得很挣扎 这点切尔西同样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季切尔西更是摆出非常年轻的阵容 除了很坤苦的加入外 后防其实在夏季谢赛表现不错 虽然面对到布莱顿是丢了三颗球 但整体而言回防跑动的部分都有不错的意识 可以看出切尔西 还是有保持不错的防守体系 进攻方面 Nikolas Jackson也踢得不错 而上季高价买入了Modrig 希望这季能有不错的表现 其实整个切尔西的阵容天赋满满 但是需要有经验的人员来带领操作 不然会和上季相同变成一盘散沙 而目前不管是多特蒙德的友谊赛 还是夏季系列赛 可以看到Pochettino都是使用4231阵型 这阵型还蛮适合现在的切尔西 而Pochettino算是不错的教练人选 这场开幕中的比赛 我认为应该能够在主场 趁利物浦中场的磨合不足前 给他们一个打击 证明一下本季的切尔西已经脱胎换骨 但考虑到对方后防人员 仍有不错的水准 我认为应该只有一球的差距 前面推荐主胜 大小范围2.5大 比数为2比1 也推荐上半场的合局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